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立情义科大日前有部分科系和半银星素银,却爆出有待对学长解互相恶症,是处于生腾活蛙,带死猪头等恶心事态进出爆料的学生家长痛批,因全面禁止这种下流银星。 情义科大方面则表示,事后校方已启动辅导机制。 近日曾有网友在DCARDT文质疑情义科大洞系英三系冷冻系气管系及应用英语系,已经把羞辱当成有趣,并指学长解做出不好的榜样,真的有点难看。 当时就有人提到,无法接受到了大学海用田野下吃厨鱼,甚至吃虫,吃青蛙等方式来当活动的处罚内容,引发一阵议论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爆料学生指出,他们期待的银星应该是同学们互相认识。 没想到学长解确实上演离谱闹剧,且学长解似乎也知道这种行为不妥,现场也禁止录影及录音。 他们是冒着被抓到的风险,才偷拍到几张照片,希望能借此揭露这种恶烂的活动。 虽没有大一新生被惩罚,但目击过程也是一种视觉强暴。 爆料的学生家长则痛批,这种下流银星应该全面禁止,否则传承下去若越玩越过分,难保不会有一天真的出事。 针对这些批评主办的戏学会学生则表示,他们为这场银星准备了半年,没想到结果变成这样,他也强调其实这些处罚都是大家想出来的创意。 参加表演的同学都知道不是真的被罚,真的都是做效果,至于不准拍照,则是担心被其他银星活动抄去,未来会检讨。 在安排活动内容时别让新生产生不愉快的感受。 情义科大主任秘书赖秋庚则说,校方在事后已启动辅导机制,并指主办的同学是希望让新生感受到他们的热情,没想到会造成部分新生的不愉快。 未来将要求各系所因活动要尊重参与学生的感受,别再有类似的不当内容。